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加油团的成员有何炯 萨贝宁 周深 范晨晨 杨天真和上一季的徐律 可以说是均衡配置了 而节目组播出至今对于节目引起的话题度和讨论度贡献最大的应该就是周深了 因为他很擅长从每个人身上找和自己相似的地方 电视片和第一期的时候周深在裸辞的丁慧身上找到了和自己的相似点 在加油团的成员觉得丁慧的裸辞虽然可以理解 但是有些草率的时候周深讲出了自己的经历 也算是变相的支持了丁慧 他说当年要放弃学医 转而学音乐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不能理解 在乌克兰学医很痛苦 大家都很痛苦 怎么就不能坚持下去呢 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坐在演播室的交友团成员和节目里的大教律师 要不就是长期和资本打交道 已经习惯了利弊为先的思维方式 要不就是自己本身就是资本 根本就没有机会体会一下丁慧的生活 所以他们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工作经验来评论这些实习生 虽然有理有据 但是听起来难免让人不舒服 有一个擅长购钱的周深在的话总会好很多 这些节目 詹秋仪明明是排名靠前 但是却一直没有被选 前四名里面詹秋仪是唯一没有成为首位实习生的 失落和郁闷再而然就在节目里面表现出来了 选择过后呢 史律师找他谈话 问他对排名有什么想法 没有被选会不会不理解 詹秋仪就坐在那里 说可能那几位律师是综合考虑 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吧 史律师就说了 其实他很优秀 没有被选只是因为几位律师不知道他的优势在哪里 他要学会表现自己的优势 也不使得何老师看到这里呢 忍不住说了 哎 其实就是因为邱仪太安静了 下注意线呢 他排名靠后 但是还能够被选 其实更多的就是性格优势 因为戴照律师更了解他 知道什么样的工作可以交给他 而且在史律师问詹秋仪的想法的时候 他也没有问出来啊 而是表示了一种理解 说戴照律师可能是在综合考量 可以看得出来呢 是家照很好的孩子 习惯于不给别人添麻烦 替别人考虑不想伤害到别人 已经形成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了 可是呢 在职场啊 这样的习惯 其实不太有利于他本身的发展 因为他本身就安静不太讲话 然而这个圈子也很慢 再不主动向戴照律师提出疑问 然后做出改变的话 很快就会被忽视了 就像何老师所说的 职场里的机会是有限的 我不可能把这个机会给一个我不了解的人 因为我不可能去猜这个人合不合适 而且职场和学校最大的不同就是 在学校我们其实只需要对自己的成绩负责 但在职场每个人都要同时对很多事情负责 所以等待被看见的想法就是不对的 慢热其实不是什么大错 因为个人的性格很难改变 也没有必要去改变 但是可以调整自己的方式和节奏 张旧宜其实不是完全不说话的 他和几个实习生人也很能很好的聊天 就是和戴照律师会交流不太多 坏句话说就是没有主动的表达自己 又正好碰到了一群都很擅长表达自己的实习生 才会显得那么的不突出 再被您说了 他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默前几位戴照律师 和实习生的性格特点之后 依然没有能够调整自己融入节奏 老师本来对他很好的形势 后来也一路下滑了 因为前期几位律师是看好他的 而且对他的印象都很不错 一直夸他虽然看起来柔弱弱 但其实内心很强大 但就是不了解 没有想法 没有办法的把工作交给他 徐律师也说了 其实他很喜欢这个女孩 性格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可是律师就是一个不断的和各种人打交道的职业 如果一直是这样的话 是需要做出改变的 因为慢热的人确实很容易被人忽视 说话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辈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